有没有那种就是躺在家里面什么都不干就能享受到高收益的投资方式 今天我要告诉你真的有这种方法 这是最近这几年可以说最流行的一种主流投资方式 它的好处就是风险不大 但是收益却非常的稳定 可以让你躺在沙发上也享受到全球精英人士给你带来的高回报率 瓜菲特曾经有一天就跟他太太说过 说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你就不要动任何脑子 把你所有的钱拿去买这种投资产品就OK了 今天这期视频我想带你了解一下 最近这几年非常红火的懒人投资方式就叫做ETF 这东西多知道一点绝对没有坏处对吗 了解ETF之前我想先告诉你一个简单的经济思维叫做点线面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思维的时候我也很震撼 十几年前美国的一对双胞胎 老大呢在大学毕业之后呢选择了去传统企业福特公司上班 老二呢毕业了之后呢去了一家比较有潜力的网络型公司 Facebook上班 十几年过去了老大的工资呢 跟当时刚进这个行业的时候几乎不变 而老二的工资呢已经变成了现在的十倍了 而且有很多人鼓励他出来创业要给他钱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人生不是说在一个点上努力就可以了 绝大部分人的这个财富呢是因为当时选对了一条线 这条线上面带来的红利呢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努力放大成很多倍 那什么是面呢面就是你选择一个整个生态选择一个国家的一个能力 过去的十几年如果你很不幸在一个这个经济正在慢慢衰弱的一个国家 比如说欧洲的这个希腊经历了很多的财务危机 那你在这个国家里面再怎么努力你会发现你最终努力获得的收入也不是特别多 而你购买的房产啊这些资产甚至正在发生巨额的贬值 所以呢学会投资国家投资一个重大的生态 这又是一个人生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抉择 那很多人会说了亨瑞你说的这些有道理我听的明白 但是我又不是专业人士你让我怎么选呀 过去的做法呢是让你去买这种银行发行的这种基金类的产品 说白了就是银行或者银行下面的投资公司帮你拿着钱去投资 但是基金类的产品呢有很多的缺点 比如说这个交易费特别的高 因为没有一个合理的退出机制让你退出成本特别高 同时呢这个市场不是开放交易的 所以呢价格不是透明的 甚至一度发生就是整个市场特别好 但是大量的基金公司是在亏损的 导致大家呢对这个基金公司失望透底了 那什么是ETF呢 ETF是Exchange Traded Funds的一个缩写 其实原则上来讲它也是一种基金 但是你买的呢并不是基金这个产品 买的呢是这个帮你去买基金的这家公司 或者它分支出来的这个产品的所有权 就比如说我去火锅店里面吃火锅 像我这样有选择障碍的呢我就选择不了 这么多蔬菜里面我又想吃青菜又想吃菠菜 那我应该怎么选呢 这时候呢火锅店就发明了一个拼盘 解决了你这种不会选择的烦恼 当一个ETF的基金发行的公司 他们选择去制作这样的一个产品 去收购股份的时候呢 他们和我们普通人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 是我们普通人在投资的时候有一个思维陷阱 比如说我们去投资的时候 我们尽可能的想要去均分化 投一些苹果投一些特斯啊 投一些Facebook 但是如果投了很多的特斯啊 我就觉得好像对不起苹果 我就尽可能的想要去均分 但这种ETF类的产品呢 它不会有这个犹豫 它会根据这个公司过去经营的业绩 尽可能的把这个蛋糕呢 是根据他们对未来的预期去进行分配 而不是平均分配 另外一个就是普通人会遇到的投资陷阱 就是我买了一家A公司 买了一家B公司的股票 结果A公司赚钱 B公司亏钱 那绝大部分人的选择是什么呢 是卖掉赚钱的公司 然后保留那个不赚钱的公司 这就是人类的一种正常心理 叫做损失厌恶 这样反而导致我们投资的行为会越来越糟糕 但是呢 ETF它也没有这样的烦恼 它会根据这个公司的这个现代的操作 做出的一些决定 迅速的调整 保证呢 我们持有的都是一些健康 有发展潜力的公司 另外一点呢 就是人们在选择股票的时候 其实是有自己的一些偏好的 比如说我特别看好电动车这个行业 但是呢 我特别讨厌Elon Musk 或者我不喜欢特斯 我不想投这家公司 我想投整个行业怎么办呢 在过去呢 如果你要投十家电动车的公司 那就意味着你要买十家公司的股票 然后天天盯着他们看 那个是非常累的一件事情 对吗 但是ETF呢 有这种行业类别 或者呢 这种国家类别的这种投资产品 也就是说 它把整个行业里面的各家公司 进行了一个布局 或者对一个国家的这个前十名的股票 进行了一个布局 最终呢 选择了几只优秀的股票 放到了他的这个投资栏里面 比起平时要看十几家公司的股价 你现在只要盯着一个股价去看就OK了 比如说你现在花200美金 去购买了这个Vanguard 这个VOO这个产品呢 那意味着呢 你就是把美国现在 最大的前十名的公司的股票 全部都买下来了 你不再需要把这个200美金 OIN去买一个公司的股票了 而是把这个200美金 分配到了前十名的公司上面 而且这个比例呢 是由这个Vanguard 他背后的这个团队 这些专业人士来帮你决定的 这时候市场上 比如说发生一些突发情况 比亚盖茨突然离婚了 某某某公司 老板突然套现股票了等等 这种重大个股 带来的重大事件 对于你这个个股的影响呢 就被降低了 ETF这几年这么火 它是不是只适合普通人呢 其实即使像巴菲特这样的 投资大亨 也特别看好 ETF这种投资逻辑 早在2007年的时候 当时呢 巴菲特就跟这个 华尔街上面的这些精英人士 进行了一个著名的 100万美金的一个赌局 巴菲特呢 当时呢 说我会不动脑子 做一个投资 就是我会直接去买 SP500的一个指数型的 一个这样的一个产品 意思呢 就是它相当于 买了这个美国 前500名这个公司的 所有的股票 它全部都买了 然后放在自己的一个这个大的投资栏里面 而这个跟它进行赌博的这个公司呢 那你可以去购买五个单独的个股 或者买一些什么基金啊 各种产品都可以 最终我们来比 谁的回报率更高一点 用了大概九年的时间 到了2016年 这个赌局揭晓了 巴菲特这种不动脑子 去买这种大盘的这种方法 给它带来了125%的一个回报 而跟它对赌的这家基金公司呢 背后有大量的专业人士 进行了精挑细选 选择了五个对冲基金 当时这个五个对冲基金里面 回报率最高的也只有87% 而最惨的一家公司 用了九年的时间 只带来了2.8%的一个回报率 连通货膨胀都跑不赢 所以说呢 巴菲特老爷子稳赢了100万 最后呢 他也如约的把这个100万捐出去 这是有这些大佬的 一些专业的投资理论啊 什么我们看中长期啦 我们不要看短期啦 还有就是不要把什么鸡蛋 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啦 让ETF这种呢 就是不买个股 而是买这个大盘的这种投资行为呢 开始慢慢的受到了能不能欢迎 也是在过去这个几年里面 ETF的表现呢 也确实优于了这个行业里面 其他各种投资行为很多 所以慢慢让ETF走进了大众的视野 在告诉你怎么样去进行你的ETF投资之前 我先从技术层面上告诉你一些ETF的这个优缺点 第一个是交易费特别的便宜 ETF呢 它是一个活跃在市场上可以进行交易的 就像买卖股票一样存在的一种形式 所以呢你每一次买进卖出的这个花费呢 只是一个买股票一样的中间的一个手续费 正常情况呢 这个手续费呢会低于1%左右 但是基金就不一样了 基金的这个交易成本会高很多 甚至很多时候基金没有到期的时候呢 在赎回的时候呢 你还要交一个中间的这个惩罚性的一个利息 所以ETF呢跟基金比起来交易成本低很多 另外第二点呢 就ETF呢会节约你大量的时间和经验 你有没有看过那种在自己的桌子上面 竖了好几个屏幕 然后天天盯着大盘的 那些人呢我告诉你 要不就是真的是投资精英 要不就是白痴 你把你自己生命中大量的时间 丢给了这几个你永远看不懂的屏幕 而ETF呢 它解决了我们普通人的这种焦虑 反正你也看不懂 那你就别看了 让ETF来帮你做出选择 还有一个优点呢 就ETF的这个投资门槛特别的低 我们知道很多我们过去买这种基金 它是有个门槛的 什么什么基金 有的要什么50万100万的这样的门槛 你才能开始购买 但是ETF呢把这些门槛全部打破了 你只要花个有的时候几十美金几百美金 就可以在这些股票交易平台上面 购买到你想要购买的ETF了 另外一个就是有很多的这种个股 现在的这种股价都超过了上千美金了 如果这时候你的资本比较少 可能哪一个个股你都很吃你 但ETF呢它没有这样的一个挑食的行为 因为它是把你的钱平均分配的 这样也可以让你以很低的成本 可以去持有那种就单价特别高的那些个股 另外呢 ETF呢它相当于在撬懂这个资本背后的一个力量 资本最大的力量就是它笼络了大量的资源 比如说这些最强大脑就是这些华尔街背后的特别厉害的这些团队 那ETF在投资的时候呢 其实你就是在相当于撬动了这些人的大脑 因为这些人呢它会帮你去做出选择 帮你去判断哪些股票适合你 最后一个优势呢 我想说一下 就是当你在一个国家里面去购买其他国家的这个投资产品的时候呢 其实你是冒着两个风险 第一个是外汇的风险 我们应该明白 就有可能你在其他国家股票涨了 但因为外汇最后造成你根本就没赚钱 还有一个呢 就是你要解决双重税务的问题 就是这种海外投资 你在海外要付多少税 在境内要付多少税 对吧 对于这种没有太多财务知识 没有自己会计师 这其实又是一个负担 但ETF呢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你在本国购买本国的ETF 也可以购买国外的这些投资产品 而且呢在很大成数上 它是帮你把这个会计的成本 还有这个汇率的成本都分摊出去了 所以你根本就不用关心这些事情 那ETF说的这么好 那ETF有没有风险呢 只要是投资 它就必然有背后的风险存在 ETF一样会给你带来我们投资 经常会遇到的一些烦恼 比如说你的这个ETF市值下降了 或者整个大盘跌的时候 你的ETF大概率也会跟着一起跌的 当ETF它作为股票一样交易的时候 它的价格你发现是起伏不定的 所以即使表现在好的ETF 也有可能出现就是你在高位 高价的时候买进了它 导致你的购买成本特别的高 还有最后一点呢 就是ETF背后呢 也是有这些投资精英在做决定的 而这些投资精英呢 必然有自己的一些偏好 那不同的人投资偏好就不一样 有的人呢投资上面的是激进派的 如果你买到了一个激进派的ETF呢 它很有可能呢 会采取这种非常冒险激进的投资的方式 最终呢也会导致你呢 要承担巨大的风险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去理性的看ETF这个事情 那说完了这么多 我们这个普通人要进行ETF的购买 应该怎么买呢 其实非常的简单 就是你要找一个自己的这个broker 就是自己的一个这个股票交易平台 你在你所在的国家 比如说我在澳大利亚 我们的这个CommonSeek啊WeestPack啊交易平台上面 其实你就可以购买ETF了 当你有了自己的broker 有了自己的投资平台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选择适合自己的ETF呢 首先ETF目前的这个价格 就能反映它现在在市场上面的一个表现 你可以到ETF的这些ranking的这些网站上面 或者去到这家ETF背后的公司 它的报告上面 你都可以查到这个ETF目前的一个排名 另外你还可以查到这个ETF里面的一些详细的内容 比如说它是投资哪一个众生领域的 它是投资哪一些类型的公司的 它挑选这些公司 包括持股比例 它的选择是怎么做出来的 它有哪些方法等等 那么投资ETF最根本的一个逻辑是什么呢 是长期主义 对于绝大部分在投资市场上面 亏了很多钱或者有不开心的经历的 你会发现他们一定有一个特点 就是情绪特别容易波动 不停的买进买出 那为什么有ETF这样的一个产品发生呢 就是现在市场上的很多的投资人 开始渐渐的去理性化了 他们也能够知道自己能性上面的一些弱点 但是呢我们又不想错过 投资可以带给我们的回报 在今天一个这个政府都在放水的这样一个环境下 不投资就在等着自己的钱贬值 我们很多人都在羡慕 像巴菲特就光可口可乐这一家公司 给他带来的回报率就超过了30亿美金 但是你知道吗 巴菲特持有可口可乐这家公司的股票 已经超过30年了 而且他到哪里都要喝可口可乐 就是一个可口可乐 一个流动的一个广告牌 而且即使遇到像金融危机这种事情 当可口可乐的这个股价接近腰涨的时候 巴菲特都站出来 稳定市场上面的能心 告诉大家 我不会卖出可口可乐的股票的 你想这样的人是多么的伟大 对吗 做一件事情的韧性 那你既然已经选择了把ETF 作为你未来投资的一个选项 那你就不要去瞎操心 放在那边放个5年10年 我相信绝大部分能是赚钱的 说实话像巴菲特这样的高人 说的一些道理我们可能听不懂 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听得懂 他说哪只股票好对吧 巴菲特很少会谈论一个个股 他特别推荐啊 建议普通人去买啊 但如果你去看一些报道 你会发现巴菲特曾经在公开场合 超过有9次的情况去讨论 说普通人就应该投资ETF ETF几乎是适合所有人进行长期投资的一个选项 所以既然你选择了ETF就坚持住 你有没有看过一个公式 1.01的365次方是1.08 而0.99的365次方是0.03 他讲的其实就是当我们去做一件事情 坚持去做的时候 和我们坚持不做一件事情 持续退步的时候 最后他的这个差距是非常的大的 这就是为什么绝大部分的人赚钱 会发生在他的职业生涯的后半段 或者绝大部分的人赚钱都是在50岁之后 才积累到自己的主要的资产的 因为你前面不是在浪费时间 你只是在不停的积累 我们的人生是这样 我们的投资的旅程也是这样 我不停的跟大家讲一些投资的重要性 其实我从来没有给大家推荐过 任何什么房产或者股票让大家去买 而是我看到的投资这个行为 对于我们整个人生会起到的影响 是多么的巨大